您好,我是张宁 最近一段时间中共正在召开北戴河会议 这一次北戴河会议由于中共内外交困 比平时提前一些召开 在这个会议之前和进行过程中 很多人都曾经评价说这一次会议 这个元老派要联手压制习近平 因为他们对于习近平的 就是说战狼外交已经忍无可忍 因为他们这些中共头目的大大小小 他们的钱都在海外 他们的子女也在海外 他们不希望中共像1900年那样 跟八国联军作战 然后他们几十年贪污的心血将要复制东流 所以很多评论家认为 他们将会联合起来向习近平施压 再说习近平上台这么多年来 的确是可以说引起了众怒 在国内也是搞得一团糟 国内的经济处在迅速崩溃的阶段 而习近平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来挽救这个趋势 但是呢令所有人都失望了 这次会议呢已经结束 而且呢这次会议习近平的地位不仅没有受到削弱 反而受到巩固 基本上就是说呢 现在中共上层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 就是允许习近平执政到2015年 2035年也就是说呢 他要再干15年 看看他就这几年短短几年 也就就已经把中共搞得可以说这么说 处在一种极端险恶的境地 再干15年的话 我认为呢他绝对会把中共搞垮 其实用不了15年了 他最多再干5年 就会把中共所有的力量都耗尽 因为现实政治呢 它的背后是靠力量 其实呢你每做一个决策呢 都可能消耗巨大的力量 而对那个习近平的每一个决策呢 可以这么说 都会使中共受到受到内伤 据说呢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上呢 提出了他的这个新的战略 叫做三硬三软 他可能接受了元老的一些建议 就是对国际社会开始呢放软了 就是说呢不再实行战狼外交 所以呢他的这个三软呢 指的呢就是对美国放软身段 从这一段时间来看的确如此 这个中共甚至号召内部的这个五毛 不准再抨击美国 否则的话上个月的奖金就没了 这是中共内部就是五毛这个系统 也就是这个网络这个宣传系统 传出来的这个那个文件信息 是可以相信的 另外呢从这个战狼王仪的一再向美国示弱 还有这个杨洁篪等等 他们都一再表达呢 就是要跟美国谈判 向美国示弱 就说什么都好谈 什么问题都没有 不再设底下了 而且呢在南海问题上 中共也首次做出了巨大让步 以前都声称呢南海是它的内部领海 正途不让 现在呢则声称呢这是共同攸关的地域 也就是说呢应该呢就国际社会能通过和谐 这个相处来共同这个使用南海这个区域 就不再像过去的那种 这个南海是我家内海 你们谁都不能来 谁来我就要跟谁干 现在呢这个立场已经不在了 所以说呢这是一软 第二软呢不仅对美国软 对欧洲对其他国家也软 对整个西方世界呢都开始 采取一种软的战略 这个讲白了就是回到他之前的韬光养灰战略 因为他也感觉到了这一场病毒战已经惹弄世界 如果再不做一些软的姿态的话 有可能插枪走火 而一旦插枪走火 那么很可能就是中共要面对多国联军 因为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日本 已经做好了跟中国的战斗准备 而中国的其他国家周边 像印度像越南 那是随时准备跟中国开打的 因为他们跟中国的领土纠纷 已经闹了几十年了 恳不得立刻把中国给摧毁击败 然后呢 印度当然要帮助西藏人建立独立的国家 恢复独立的国家 而越南人呢 不仅仅想把这个夺回他们的西洒群岛 还想在中印边境里面 把很多中国中共占领的区域夺回去 另外呢 这个广西壮族自治区里面的壮族 实际上跟越南人的关系很近 越南人当然最大的希望呢 就是能够让广西独立 然后呢 他们在那里驻军 从而有一个缓冲地带 不再受到这个中国军队的 长年累月的 甚至上千年的威胁 中共的这个另外一软呢 除了这个对国际上软 对这个美国的这个政策软 还有一个软呢 就是声称呢 要在这个 就是在测 在这个什么问题上软 他的这个 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真的抱歉 我先讲一下这个三印 他的三印呢 就是对这个内部强硬 也就是说不允许任何地方 有这个不同的意见 也不允许内部有任何的分离倾向 就是无论在地域上 还是各个 这个 就是说各个方面 都采取一种对内的强硬镇压的这个态度 第二印呢 指的是在宣传上 也就是说呢 虽然他在行动上 放软了 第三个软就是行动软 就是说呢 他今后呢 不会再像过去那样 采取大幅度的行动 来刺激国际社会 比如说 在印度 在中印编辑采取的行动 在这个南海 还有在这个台湾海峡 还有在钓鱼岛的这个行动 他可能今后都要放软了 这就是刚才他讲的三软当中的一软 其中一软 就是在行动上面 要放软一点 就不像过去那么 硬邦邦的 随时准备跟国际社会发生冲突了 他的这个三印呢 则是呢 第一个呢 是对国内印 第二个在宣传大赖宣 依然很硬 这也就是能看出来了 你看 中共虽然外交系统 对美国放软了 服软了 但是呢 他的这个胡锡进 那个环球时报 反而放出一些硬化来 也就是说呢 他继续要同贺 恐吓国际社会 就是说呢 继续用嚣张的这个口气来说话 也就是语言上就嘴硬 就像煮熟的鸭子一样 保持嘴硬 这是两印 第三印呢 就是对香港印 这一点呢 今天就在香港落实了 这个中共的这个内部策略呢 这个内部传达的这个策略呢 是我转转从网络上 从网友那个周玉田先生获得的 因为我不久前几天刚刚见到他 他是一位杰出的自由斗士 前不断 前几 最近这几年 一直饱受疾病的摧残 但是他在推特上非常活跃 而且呢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观察家 所以说呢 他辗转得到了这些策略 这些策略呢 从现在来看呢 符合中共的这个逻辑 基本上跟中共目前 以最近这两个礼拜推行的政策 是相吻合的 所以他这个三印里面的这个 第一印 就是第三印对香港印 已经立即兑现了 所以说呢 中共的这种软印的 这种坚实的这个策略呢 其实呢 本质上就是说呢 第一呢 想在某些方面继续进取 比如说呢 要对香港呢 继续进行镇压 而且呢 越来越强硬 但是对美国呢 则越来越服燃 继续 就是回到 韬光 这个扬灰的阶段 等到美国进一步衰弱以后呢 再做决定 所以呢 中共呢 就是一条危险的毒蛇 美国呢 必须要看清楚 不能够再被中共欺骗 不过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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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